隐形眼镜品牌 类型 功能 琳琅满目 已经戴隐形眼镜有十年之久的赖小姐 在选购时也经常摸不着头绪 像我一样干眼的状况的那种类型 然后之前 以前去买隐形眼镜的时候 店家可能会跟我推荐说 比方说可能有某个品牌的超寒水 比较保湿 但是又有别的说法 其实会更吸干我们眼睛的泪水 要减少干涩 就要选择含水量高的款式 果真如此吗 当心高含水量的隐形眼镜 会让干眼的患者眼睛更干燥 水量越高 今天你可能刚刚要去舒服 可是到了戴了一整天或长久过时以后 到下午或班晚以后 就会觉得说眼睛会偏干涩 因为这个水胶 它这个水就来自我们眼睛眼泪中 里面的水分 所以会吸附掉我们自己眼睛里面的水分 而造成干燥 隐形眼镜佩戴不当 长期下来可能造成伤害 要了解自己是否适合戴隐形眼镜 可以透过泪膜破裂时间 来做简单的自我测试 先扎两三下 然后盯着一个东西看 然后你经理莫属 下一次眼睛再扎眼的时候 如果有超过十秒钟 那代表我们在戴这个隐形眼镜是没有问题 代表你的类膜品质是好的 那如果说你的是在五到十秒的话 你可能需要稍微考虑一下 那如果是五秒以内的话 是建议你不要戴隐形眼镜 要戴的安全最好经由医师指示 通常医师会先透过裂系灯 检查眼睛是否有发炎或过敏的情形 另外一项则是基础类液测试 来协助判断选择隐形眼镜的类型 基础分泌检查大于十以上就是正常 水胶跟细水胶大概都可以用 五到十的话会建议大概用低含水量的水胶 或者是细水胶 效于五的话就只能用细水胶的隐形眼镜 传统水胶材质的优点是较具舒适感 但透氧度较差 细水胶材质拥有高透氧度 不过异物感较高 但白汗脂质也比较容易沉积 还有一种结合两者优点的混合型隐形眼镜 但价格相对较昂贵 隐形眼镜的整个外表面是用比较高含水量的水胶材质 然后内部是高透氧率的细水胶材质 那么它一来也可以达到整个佩戴的舒适感 再来也是有细水胶的高透氧率的优点 试售软式隐形眼镜的弧度介于7至9之间 如果弧度不适合 取下隐形眼镜就会有困难 或是戴起来会有脱位的情形 黑白眼珠焦距的地方会有很多血丝的产生 那这样也会怕有缺氧性的问题 所以像这样子的症状的时候 可能就还是要请医师去判定弧度 是不是从A厂牌换到B厂牌 另外一个弧度稍微去做一个调试 选择隐形眼镜不只要注意卫生福利部许可字号 保存期限 度数 弧度和含水量等 这些作为选择参考的资讯 佩戴是否得宜 还是需要与专业人员讨论后评估 才能戴得安心